對禪婷師傅很好奇 因為我想看看一個… 真的是玄學師傅 他自己是怎樣對待婚姻的 聽到很多人生或者婚姻的智慧 他們看的比較大 如果你們遇到很大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擇拭杯? 不要對他作詞 擇拭杯 因為我自己會比較發掘 或者傳統一點 所以我會看相 然後配合名字、配合自己的八字 所以很大的問題 沒有你遇到那麼多 避免了很多 不是吧? 會少一點… 剛才你說… 會少一點 像新鮮的女兒 這裡有這麼多人,天使做得最好 是 我記住他了 但是是同一個人 不知道,他學了精髓 看來你的問題真的很大 對,我還是不問的 他好像新鮮 他做得很好,這方面 其實在我的角度裡 明白你不是不重要 而是不足夠家人的重要 我從來不會理會銀行戶 在家裡有多少錢 我也不會理會你老婆怎麼用錢 因為我要相信對方怎麼處理 他的方法可能不是最好 不過一定會讓我好 因為我沒那麼多時間做這些 有一個人幫我解決所有問題 所以就很開心 當然,我從來不會跟老婆說 我怕她得情 但你現在在節目裡說了她 放心吧 她未必會看 對,你這樣說 我們叫她看 放心吧 我會看她看 我會剪掉一句 我會剪掉一句 我會剪給Sandy看,放心吧 這裡我真的想知道 我知道你跟太太的年紀 都差… 很少 16年而已 10,不止 18年了 18年了? 我不可以說錯,因為會死 好… 以前很多婚姻論經常說 如果老公比老婆長大 大家差12歲 婚姻是最幸福的 你認不認同? 男性要在剛揚之中有溫柔 女性在溫柔之中要有堅強 這兩個是配合的 男人到差不多一年紀 他的虛火會失去 女性小時候,他的溫柔會更多 我是說陰陽原理 差不多年紀 可能會多一點問題、爭斤 沒錯 就是男性未沉澱 他的剛揚氣會更加重 但後段,可能反過來 我這樣的年紀 他那年紀 但可能我真的會先離開 我先離開是帶給他很痛苦的 我要在這段時間 首先補償他的痛苦 我覺得聽到很感動 因為我今天在師傅身上 聽到好像不只是關於懸學的事 做人對婚姻 其實真的很簡單 你的正念是什麼 然後你堅持著那個信念是什麼 你們呢? 你們有什麼取悅老婆的事嗎? 我的樣子 我屬男人 你知道嗎? 知道 你的樣子 你全都截掉了 立刻說錯話 你才顯露到一個是樣子 一個是有才華、有內涵 適宜不通 我也覺得好意思 我覺得好意思 為什麼都覺得不好意思? 我想不到什麼,為什麼我不好意思 諾儀,你說師傅除了有才華 就是不英俊 不是 很兇俊 沒事,師傅又有樣子又有才華 我只是靠我的樣子取悅而已 對,師傅 對,適合… 適合嗎? 你…你…我… 我們雙… 雙…我… 我腿太大,兩個人在商量 對,我們… 我真的不想跟你們聊天 師傅,我們繼續聊天 我們不要管他